作为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香港文化周参演剧目 11月9号晚 香港话剧团盛宴在上海上剧场开演 围绕饭桌而成的54场戏 浓缩了一家五代人的重要人生章节 反思家庭对成长的影响 及家族传承的意义 盛宴的故事以Sam和Nekon为中心展开 从他们相识结婚到生儿育女 每一顿饭都反映着家人之间的温情冷暖 盛宴导演 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陈感权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己第一次接触盛宴剧本时就感动不已 编剧以非常简单的笔触 勾勒出最深刻的人生时刻 令人感动 反思和回味 他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讲了三代人的故事 所以就是把生命农术了 所以在生命农术之后 我们才知道什么最珍贵 爱 亲人 每一个生命其实都不完美 但是最重要不完美怎么样 生命还得继续下去 这是这个故事给我的焦点 据了解 原剧盛宴2012年在美国外百老汇上演 被芝加哥时报剧评赞誉为 该年度最佳戏剧 香港话剧团于2018年扳演此剧 感动无数观众 并获香港舞台剧奖年度优秀制作 诚感全感慨 事实上 对于上海观众来说 无论是香港话剧团 还是粤语演出都并不陌生 2018年5月 9月 香港话剧团曾携最后作孽和亲爱的胡雪岩 先后现眼深沉 我们真的希望每年都把很好的戏 带来给上海的观众也欣赏 其实我们在上海已经很多fans 所以他们都很期待很期待我们过来 我们一定做最好的安排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